时隔三年美国政府掀起再一次铲除TikTok的行动 这一次美国就给了两条路 要不你无条件出售 要不你就彻底的封禁 昨天40岁的TikTok CEO周寿兹 出席了美国国会举行的公开听证会 这场听证会打出的旗号是 保护美国人的数据隐私和儿童 但是实际做的是 就是把TikTok的负责人叫过来 然后一群美国议员疯狂的扣帽子 做有罪推定 整场听证会长达4个多小时 如果你不理解什么叫欲加之罪和患无辞 你看完这场听证会之后 你就明白了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朋友雷哥 TikTok的CEO是个新加坡人 他的开场牌里就说到 他说美国的TikTok有超过1.5亿个用户 也就是说半个美国的人都用TikTok了 这里面有超过500万的商业用户 在青少年保护方面 比如禁止对16岁以下的用户 直接发送私信 以及18岁以下的用户 默认60分钟的限制 另外还有家长控制功能 对于TikTok威胁国家安全的问题 他解释说母公司字节跳动 是一家私人公司 其中60%的股份 由全球机构投资者持有 创始人持有20% 全球员工持有20% 字节跳动的5名董事会成员 有3个是美国人 TikTok的总部位于洛杉矶跟新加坡 在美国拥有7000名员工 另外TikTok在美国的数据 存储在美国的甲骨文公司 由美国人监管 并且不允许外国用户访问 另外甲骨文公司跟第三方的审查机构 会验证原代码和算法 确保完整性跟透明度 这场听证会周受资是有备而来 但是没有屁用 咱们从周的介绍中可以听出来 TikTok的运营上 完完全全跟中国大陆 它就没有关系 运营数据都在美国 属于是贵的非常彻底 就这样听话的公司 依然没有用 你说什么都不会改变 所有提问的美国议员 都是预设立场 更像是一场政治表演 听证会上的绝大多数议员 并没有对话沟通的意思 全部都是直接就给你定罪 就认准了 TikTok是中国政府的代理人 所有的问题都涉及中国政府 法律还有政治问题 甚至很多的议员问他关于新疆的问题 而周是新加坡人 他对于中国的国情了解确实是不多 遇到这种问题 他就只能讲讲TikTok的情况 但是越是这样 这些美国政客就越来劲 更加疯狂的扣帽子 还指控他转移话题和掩盖 与中国政府的关系 那美国的政客问了什么问题呢 能乐死你们 这个RB问 为什么美国的TikTok 有关于毒品跟芬太尼的内容 而中国的TikTok上却没有 CEO回答说 一些国家对于毒品有严格的控制 比如说我的家乡新加坡 我们的禁毒法非常严格 另外一个胖RB拿出一段动画演示 手枪内部结构的视频说 这段视频已经播放了41天 他能威胁到这个房间的所有人 但是这个视频依然可以播放 我听到他这个问题 我是一脸的懵 一个动画视频 怎么就威胁这个房间里的人了 你美国枪支泛滥不是问题 TikTok上有一个手枪内部结构的视频 他就成了大问题 漂亮弟弟 你也知上妥妥的人吃不乱 下面一个问题更扯 有个老一点的RB就问 TikTok能接入家庭的WiFi吗 这问题直接给CEO问懵了 CEO愣了一下说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TikTok是要接入网络使用的 然后这个老RB说 会不会在接入网络后 他在连接家庭中的其他设备 CEO回答说 我们不会做出超出规范的事 好家伙 还是偷偷监听隐私的那一套 你要顺着他说 他就该说 TikTok会顺着家里的网络 控制你家里的设备 然后夜里偷偷的监视 你和你媳妇黑羞 看看人美国人的想象力 可匮乏了 就知道这点事 另外一个一脑袋白头发的RB 以原问 你能百分之百确定 TikTok不使用手机摄像头 收集面部数据或语音数据 来识别用户的年龄吗 那你们怎么确定用户年龄的 哎呦我天呐 你注册用户的时候 用户年龄不都自己填的吗 还非得用面部识别来确定你的年龄 这些问题非常的脑残 而且只要CEO一回答 就会被各种打断 要不就是委员会的主席说时间到了 不让你说话 不过还是有耿直的RB的 这个脑袋跟蛋子一样的议员就问了 中国是否愿意放弃TikTok的所有权 CEO回答 所有权并不是这里的问题呀 好家伙这么直接 合着这昂萨匪帮 一会儿不抢 他就难受啊 最后还有一个毒眼龙的RB问 如果中国政府要你们交出 在美国的所有数据 根据中国的法律 你必须这样做吗 CEO一脸懵逼的回答 我是新加坡人 看见了吗 各位 你说什么都没有用 人家就看你这张脸 根本不管你是什么国籍 其实啊 从2020年开始 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就一直对TikTok展开调查 当初双方有一份协议 把数据保护跟数据放在美国 并且第三方监管 这样才让TikTok继续运营在美国了 但是美国司法部又否定了这个协议 也就是说当初川普政府打压TikTok 现在拜登政府也在打压TikTok 但是当年川普因为TikTok禁令遭到了多项起诉 包括在加州的四项违宪 三项越权 以及对TikTok员工合法劳动的侵犯 在2020年的10月30号 美国商务部叫停了禁令 结果到了今年又回来了 当初民主党反对封禁TikTok是因为要选举 结果现在上台了 干的事跟共和党是一模一样 你说哪说理去吧 但是如果真的封杀TikTok的话 对民主党来说是巨大的自残行为 连拜登的商务部长雷蒙多 在接受采访时都承认 如果真的封禁了 那民主党将永远失去35岁以下的选民 现在TikTok在美国已经有高达1.5亿的用户 影响力巨大 现在美国主要就是用美国国家安全这个皇子来针对抖音 但是年轻人并不买账 大家就看看刚才那些2B议员的问题 你再看他们的年龄 美国国会议员的平均年龄是58岁到65岁 他们根本就不了解TikTok到底是什么东西 美国的国会有个统计 534名议员只有32个人之前用过TikTok 而18到34岁的美国人有60%都在使用 35岁到49岁的美国人有50%都用过 一句话 美国国会这些老年人都过时了 在美国国会里 支持禁令的共和党人比民主党要多 支持的人基本上都是处于对中国的仇恨心理 另外美国互联网巨头脸书也在华盛顿砸了好多的钱 游说议员封禁TikTok 甚至在脸书上雇佣了一大堆的公关公司 对TikTok进行一系列诽谤活动 比如脸书这边就搞过一个青少年破坏学校财产的挑战活动 然后嫁祸给TikTok 说是TikTok搞的事 总之满满都是套路 而在TikTok上最近正在打响一场保卫战 一向低调的TikTokCEO本周抵达华盛顿之后 就发了一条视频 向大家问好 并且宣布月活用户从2020年的8月份的一个亿提升到了1.5亿 下面无数的网友对他表示支持 很多人说感谢 说在TikTok上学习到了很多的知识 了解了世界 并且大家团结起来不再孤独 那美国反对TikTok的人到底在反对什么事呢 从表面上看主要还是围绕着什么隐私 数据安全 美国国家安全这些陈词滥调 但是这并不是他们真正害怕的东西 首先TikTok不像其他的美国社交平台的政治味那么重 比其他平台要中立很多 而且他打破了美国长期以来的洗脑宣传 美国这个国家特别简单 可以给你枪 但是不会给你知识 可以给你贴各种的标签 但是绝对不会让你团结起来 而TikTok在美国形成了巨大的知识分享平台 而且让底层形成了群体意识 一群闹着要封禁TikTok的老白男政客 又成了他们的敌人 TikTok的出现从底层颠覆了美国的舆论霸权 而对于美国来说 更可怕的是 这家公司还是一家来自中国的公司 一直以来我们对美国有一种刻板印象 那就是美国的底层大多数都是傻逼 美国搞快乐教育后 底层大众都是无知愚昧的 他们很容易被媒体的风向带着走 沉迷娱乐没有是非 其实事实还并非如此 随着最近美国民众为TikTok的发声越来越多 我突然发现这些人说的是 他们感谢TikTok让他们知道了世界的真相 感谢揭开了精英阶层的遮羞布 感谢让他们知道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事 然后还有网友说 已经两年不看电视上的新闻了 而更多的美国用户的观点是 他们清楚枪支毒品医疗学费 这些危害社会的问题 但是美国的主流媒体 他都不报道啊 而美国社会中啊 精英阶层跟普通民众是撕裂的关系 关心的事完全不同 就比如美国民主党那帮疯子天天就是关心LGBT 但是啊 对于其他的问题却毫不关心 而TikTok的出现啊 打破了媒体的垄断 从底层直接给他来个去中心化 你上层关心建几个厕所 跟我们没关系 我们底层在TikTok上探讨我们关心的话题 而这种去中心化 对于美国的媒体舆论霸权是颠覆性的 美国的舆论霸权主要是三个组成部分 美式价值观 好莱坞娱乐宣传外加媒体资源的垄断 这三部分现在都在快速的垮塌 美式价值观现在被各种政治正确给玩坏了 连美国国务院对外说外交政策都在强调 他们要搞LGBT 好莱坞现在也被政治正确搞得一团乱 当年勇敢的心 华莱士怒吼说自由 大家都能感同身受 都理解什么意思 但是现在好莱坞非得让你强行接受脏辫黑美人鱼 黑雪公主 LGBT的超级英雄 那真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不会接受的 唯一保持优势的就是美国的媒体渠道垄断 也是因为TikTok的出现 直接给他来个去中心化 美国这三个大招 自己玩政治正确丢了两个 还剩下一个媒体的渠道垄断 结果还横空出世了一个TikTok 你说美国人他能不慌吗 原本十个热门话题 美国的媒体可以垄断 可以随便乱写 什么能讨论 什么不能讨论 都是他们说了算 而现在TikTok上的网民 热议什么 你可管不了了 你说美国民主党那帮人 他能不着急吗 他能不着急要封禁TikTok吗 另外有很多反贼给美国洗地的时候 会为中就美 会说中国也封禁美国平台 什么谷歌脸书之类的 有一说一 TikTok被美国封禁 和谷歌退出中国 是完全不同的两码身 TikTok两年前就差点被封禁 全靠下跪跪的利索 把数据交出去 服务器也放在甲骨文 才勉强逃过一劫 而谷歌当年是拒绝把数据放在中国 不愿意遵守中国的法律 于是退出了 连谷歌中国的前总裁李开复都看不下去了 李开复对这件事说的非常明确 中国对进入中国的外国互联网公司 需要如何遵守法律法规 说的非常清楚 愿意遵守这些法律法规 你就可以申请 可以进入中国 而谷歌是自己不愿意遵守这些法律 所以才退出的 而美国处理TikTok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标准 什么都顺着美国走 但是依然还是要被打压 大家就想想 苹果中国的数据就是放在中国的云上贵州 苹果如果不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 你照样进不来 而TikTok遵守了美国的法律法规 依然还要被针对 要被威胁 你说这是TikTok的问题 还是美国政府的问题呢 不过字节跳动这公司也不是没问题 三年前张一鸣是直接给美国人就下规 这次新加坡CEO也是下规 但是没有用 人家照样弄你 还不如干脆宣布关闭美国公司 到时候大麻烦可就甩给美国政府那边了 美国一点无益的用户 美国人那时候就要翻墙上TikTok了 那多有意思 下规是换不来尊重的 只有斗争才能换来尊重 总之一句话 美国越这样下作 越说明美国的心态越差 心里越着急 而时间现在在中国这边 咱后也把阿玛利卡给它后死了 这就是历史发展的方向 势不可挡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了 别忘了给雷哥点个赞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